我们今天继续来我们这个诗词的一个课文 那我们进入第26课 宋渡少甫之刃蜀川 那宋渡少甫之刃蜀川的话 那个宋的话就指着说 我宋你离开的那个宋的意思 那这些宋谁离开 那这个人是姓杜 那名字不是叫少甫啊 那少甫指着什么 这个少甫它是一个官位之刃 这个之则是没有什么意思 就是连接这个两个句子 也就是认这个是说复认的意思 那复认就是去到那个复认 然后蜀州 那蜀州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宋这一个姓杜的 然后去到这一个蜀州这个地方 当任这个少甫这个官位 那蜀州是今天的哪里 就是今天的四川那一带的意思 那下来我们就是来看 这一个作家王婆 那王婆是唐朝人 他是一个年少有为的人 他14岁的时候就已经是考中状元 那就是像你们今天已经是 出二年级的时候 他已经是把所有的高中大学课 全部都已经是完了 然后还考上了那个 那当官子威娜 那跟他当时的话 他因为他非常有名嘛 所以他跟另外三个人 就是杨总 然后鲁兆林跟洛宾王的话 就并称为出唐世杰 那出唐世杰的意思是说 是唐朝初期非常杰出的四个诗人 我们就来看这一首诗歌 这整首诗歌他在说些什么 那这边背的应该都还记得吧 那他的朗读方式跟我们上次讲的是绝句一样 你们要就是二一二 或者是二三 或者是三二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 陈阙 然后辅三秦 会比较适合一点 那我们这一个要看一下 就是绝句跟律师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们这一首是五元律师 那五元律师的时候 他是每一个句子的话都是五个字 那怎么去区别呢 那最大的一个区别 最好区别的就是这一个 就是如果整首诗歌 他只有四句的话 那就是这个绝句 就像我们上一次 呃 无一项跟这一个叫做初赛 就是一样的 这四个四句话就结束了 我们就叫绝句 那律师的话 那律师的话就是八句 或者是以上的句子 像我们这一首就是八句的这一个律师 也是比律师的比较典型的一个代表 那除了这一个句子的句数以外 还有什么区别呢 那就是这一个 那讲律师的嘛 律的话我们讲的就是这一个几律的意思 所以律师的话他有一个要求 就是这个所谓的对仗 那什么是叫对仗 相翻译成我们今天的 现代汉女里面 他就是一种的修持手法 就是对偶句 那他对偶句的话是要怎么去看 那律师的话他每两句 啊 每两句话为一个完整的一个句子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样子四大句 那那是四大句的话 他每一句的话 啊每四大句的话 他都是有分别的一个名称 那比如说像这个第一大句的话 我们就把它称为手连 啊 就是第一句话 手的意思嘛 然后第二句话的话 我们叫什么 我们就叫做这一个含连 含有的含 同样的意思 啊含有的含 然后第三句我们叫什么 这个叫锦连 啊脖子的那个锦锦连 那最后一句的话 叫什么 最好最容易的就是尾连 啊 手连尾连这个 然后中间的两个含连跟锦连 那这四个稍微就是记住一下 他们是怎么区分的 那这个对仗的话 那他是怎么要求的 他就要求在含连跟锦连这一边 在含连跟锦连这一边 他是一定要有这一个对仗的 这一个句子出现 那含连跟锦连 那他这一个的话 在哪里 他是有这个所谓的对仗 这是这一句里面 他是有对仗的 第三句 锦连这一句 他是有对仗的 那什么叫对偶句 那第一个要求 就是他的字数是要一样的 一二三四五 然后第二句话 他也是要有这一个五个字 所以句子他是非常工整的 然后下来另外一个的话 他是要第二个要求什么 就是所谓的对嘛 他要有一个对应的 是一个词 那像这个海内 他对应的就是这一个天涯 那存是动词嘛 他对应的就是这一个动词弱 那名词知己的话 那他对应的就是这一个笔灵 这一个是名词的 所谓的对偶句他就是句子 句式他是要一样的 海内名词就要对于名词 然后存知己 存的话动词 他下面一个句子 要对应的是动词 然后知己是名词 对应下来的笔灵 也要是这一个名词 这个是要对应的 这个叫对偶句 那这样子来看的话 那我们这一句已经离别译 他是没有这一个对偶的 那他这个寒眠跟景连 这一个对偶句子的话 他在这两个里面 他是一定要有的 一定要出现的 那可以同时两个都有 或者是只有像这一个 只有一个景连有而已 不一定是所有的 他都会出现的 那伟连跟守连呢 那他有没有说是 一定要有 那伟连跟守连的话 就无所谓 你要也可以 必要也行 那我们在这一个课文里面的话 其实我们的 伟守连跟伟连 他是有这一个对仗的句子 那是在哪一个是有对仗 那就是这一个 第一句守连 这边他是有对仗的 像这个成雀 对应的就是这个封烟 然后斧的话 就是这个旺 然后三勤 然后对应这个五勤 那他们这一个这一句话 他就比这一个叫下面的这一个存彩 那存知己 可以很好比 他就更明显的 那这一个就是绝句跟律师的 这一个区别 那搞明白了吗 稍微能够明白就好 最好的一个区别就是 积那个字数就够了 巨数就够了 那下来我们就看这一个诗的 他什么意思 城雀府山勤 封烟望武兴 城雀府山勤 城雀的话指的是城墙的意思 山勤这个勤指的是山 所以他是指的是被三个三无包围在的一个城市 那这个城市就是他们的首都长安城 那封烟望武兴 封烟就是指我们今天的那个烟埋 类似像烟埋的东西 望武兴 金这个指的你看有三点水 他指的是渡口 所以在封烟里面的话 望着一个五个渡口 那与君离别意 君的话是代指你的意思 所以与君离别意 我跟你要说再见 我跟你要说再见 就是离别意嘛 我和你离别 心中怀着无限情意 这个是把他翻译比较好的 同事换游人 那这个同事说像我们 一样的意思 我跟你一样 一样什么 换游人 游是说离开嘛 到处旅游的意思 那是旅游意思 就是离开本地 那换的什么 你看到换下面是一个城字 宝盖尔加一个城字 所以是家里面的大城 所以是当官的人意思 所以这个当官的人离开了 那就是他离开家乡 然后再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当官的 所以同事换游人 是因为我们是同在换海中浮成的 这一个是把他翻译出来的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铃 那这个你要知道是中国古代人的话 他们还是比较喜欢用夸张羞耻手法的 所以这个海内只能是四海之内 四海之内的那个四海的意思 那时候是世界的意思了 只要在世上还有你这个知己 天涯若比铃 就算我跟你分的在远 然后就算是你跟我一人是在天 一个在那个悬崖那边都好 我们都好像是在隔壁而已 就像邻居一样 所以无谓在其路 这个其路只是分岔路 我们不要在这一个路口 分岔路口这边的话 儿女共三金 不要像那些小儿女一样 然后哭的把那个手帕 然后都是弄尸了 所以这个是翻译的 那下来我们就是看整个诗歌 他到底有代表什么意思 那一样的像看第一句的话 成俱辅山秦丰烟万五金 那在这边的话 作家第一句的话 就交代了他们的这一个所在地 那第一在这边的话 第一个所在地的话 就是他说明诗人跟朋友 所在在哪里 他们就在长安城这个地方 那在这个长安城地方 我们这首诗歌叫 宋渡少府之刃属川 所以现在他们要分别了 他们现在正在 这一个长安城这里 那风烟望五金 这个五金是在哪里 在我为什么是在 那个烟霾里面 隐隐隐隐隐看到的 因为这一个 他不是他真实看见的东西 而是这一个他想象中 他的诗人就是这个朋友 杜少府要去的这个地方 这个四川那个地方 有很有著名的这个五个港口 五个港口 那从这边的话 就是这一句 风烟的话 这一句话 也看出来的话 这一个诗人 他要去到这一个五金的话 其实他是有一定的这一个困难 或者是这个那所谓的难度的 从这个风烟 为什么是说风烟看得出难度 就是他要风尘仆府 我才能够去到了这一个五金 那同时的话 他也是 说这个地方是特别远的 特别远的 那这一个下面这三句 是什么来的呢 这三句的话 他主要的作用就是 劝他跟他朋友说拜拜 那他怎么去说拜拜一下 已经离别一同是患牛人 然后我现在跟你离开了啦 然后我们大家都是一起出去外面当官的人 那这边这个离开故乡的患牛人 就是离开故乡到处当官的人 那这一边作家的话 其实他有在劝他的朋友 就是劝他们大家都是 我离开故乡 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当官 那作家他不是长安城的人 就是不是那个金城首都的人 他是别的另外一个地区 所以他来长安城当官 他也是离开他的故乡 然后现在这个杜绍府的话 他也是离开他的故乡长安 去到四川那边当官 所以他以大家都是离开故乡 出外当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来劝这一个朋友 然后下面他再怎么去劝这个朋友呢 然后海内存自己 天涯落不明 那海内存自己就是 我们不这个世界里面 这一个范围那个世界 放了四海之内 是所谓的世界 他们的中原世界 然后就是我们都是好朋友 好朋友 只要我心中有你 你心中也有我的话 就是我们分的在圆 也是这一个 好像是邻居 就是以这一个友情上的可贵 我们只要是互相信中有对方的话 那我们的友情就不会变大 所以以有贵之心来圈这一个朋友 那同时这一句话的话也表现了这个作家他乐观的这个态度 就是我跟你就算分开了我们都还是好朋友 那为什么这边是说是乐观 古人的话他的那就是 就是交通工具不发达嘛 那交通工具不发达 那有可能就是说 我这一次跟你离别了 那我很可能就是一辈子都是不能再相见 但是他这一边他就有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 就是就算我们分开了以后都没有再见面了 但是我们只要是 你心中还觉得我有我这个朋友 也就是你这个朋友的话 那我们这个友情就不会断 所以他是非常乐观的 那同时这个乐观的话也表现了他广阔的这一个胸怀 就是他对事情他也放的是非常的开 那还有个高尚的之躯 那为什么是高尚的之躯 因为在这一个时刻里面都已经是很难过要分别的情况下 他还有这样的一个险情 哦不是所谓的险情 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来跟朋友就是 就是打笑这样子的开玩笑 那最后一句的话 无为在其路而你攻赞尽 那这一句话就最简单的就是 劝朋友不要哭了啦 你不要哭了啦 不要像小女生这样子一向哭了 这句话不是啦 他没有说真的像小女生 他就说劝这个朋友就不要在这边哭了 所以为什么不要哭呢 因为上面这一句话说到了嘛 我就像跟你在分的再远都好 分的再远都好 我们的友情都不会变 所以没必要为这一次分别而哭 所以这一个同时在最后一句话的话 无谓在其路这边的话 也表现了这一个作家他的获达 一获达那获达就是放得开 是广阔的胸怀跟乐观态度是一样的嘛 所以这边这两句话其实是互补式的两句话来的 所以这边的表现的作家的获达 那这三个就是他的三句话表现的三层的意思 最开始先说以我的身份来劝你 我们大家就离开故乡了 我离开故乡 但是就算我们分别的再远 然后我们只要心里面还有对方的话 我们的友情就不会断 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一个地方哭 那他这个相对于跟其他人的这个送别师 或者是离别师是不一样的哪里 那不一样的哪里 我们这一个初一的话 你们有上过这个送莫浩然之广灵嘛 然后那有什么不一样 那就是看一下这一边 那这一个礼白的话 他送他朋友莫浩然去这个广灵地方 然后他是表现了这个所谓的意义西别 然后还有一个向往的这一个情绪里面 那这一个礼仪的话 他喜见外地又严别的话 那就是跟表弟久别冲锋的信息 但是冲冲满满这个对方又要分开了就惋惜 那这两首诗歌 他倒表现比较于说是悲观一点点 但是王伯不是 他除了说使不得 他没有说使不得朋友 他就是反过来还劝他朋友 说我们的友谊还是一场存的 所以你不要哭不要难过等等 都在里面的 所以那个区别在这边就是 而且也是属于说送别诗里面的一个小清新啊 叫小清新的一个小清新的风格 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有很悲观的一个很悲伤的一个手法去写的时候 只有他写了一个是非常的豁达的 然后非常的开朗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在里面 那整首诗的话 这个是五元律师 那他写的是一首送别诗 那整首诗的话就是讲的离别了 我们这首诗主要就是说 他抒发了对待友谊的真诚 然后也就表示了对友谊的安慰 还有一个劝勉 然后就是显示了这个诗人广告的兄弟和开朗的性格 那我会在这边放多另外一个就是王博的这一个小视频 跟他的这一首诗的小视频 那另外两个小视频都要去看 那我们就到这里的话就结束